讓愛國者三型飛彈待命 時刻的掌控領空的情況 那麼統計下來 在週六的一整天 解放軍出動了20架共機 14艘的軍艦 在台海周邊進行演習 也派出了兩批三架次的 無人機侵擾金門 對此呢 國軍是秉持日常訓練成果 繼續堅守家園 舱門開啟 暗置雄風二型反艦飛彈 待命追苗 這是專門克制共艦的利器 海軍海風大隊官兵 仔細描繪定位 緊盯共軍的一舉一動 伴隨引擎破空聲 F-51和F-5F型戰鬥機 在空中進行各種日常訓練 台東制航基地 肩負束手台灣東部的重責大任 加強戒備 絕不松懈 空軍防空飛彈部隊 運用愛國者三型飛彈 防空雷達追尖 不讓共機入侵領空 耀武揚威 根據國防部統計 8月6號當天 解放軍一共出動20架共機 14艘共艦 在台海附近海空聯合軍演 完全更有兩批三架次的無人機 侵擾金門上空 信號彈點亮夜空 是對共軍無人機的示警 國軍也進一步釋出 基隆級飛彈驅逐艦馬弓艦 在東部海域監控中共飛彈護衛艦馬鞍山號的畫面 首位海疆最前線 我們努力操練的日常 讓外面的不平靜 始終平常 父親節快樂 我們在前方看著 後方的你們 更有幸福希望 台海情勢升溫 士官兵堅守崗位 也因此錯過了和家人團聚 歡慶父親節的機會 軍文社釋出國軍訓練影片 正是因為這些辛苦的日常 守護國人 每一刻平常 記者令先生君 黃偉才 天邊報導